要赢福祉 你反对 你不是自找 他不怕 他认为我是对的 我就要告诉他 你这个做法错误 你看看 明不良是 因为那时候的唐先宗的时候 唐朝已经误入了 所有的反政 他们的格局 他们自己反政权很大 要判变就判变 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于朝廷 根本不重视 朝廷本身经济上面 有很大的威胁 要应付反政 应付边家边乱 而且的时候 有很多灾害发生 所以朝廷是很弱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能够 他不怕 因为忠于国家 忠于这个朝廷 所以说你忍住法洛太后版 这个是讲他的这一段自己 而勇夺三军之帅 他是读书人 为什么忽然有这么一句出来的 他做到兵部尚书的时候 后来 他五十年纪也很大 这个反政叛乱 郑州的乱调了 就是跟皇帝要叛乱 派他去 结果人家说你不能派他去 他是文人 他怎么能够他没有什么本事 而且还有他年纪这么大 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说去 我就去 他去了 去的时候啊 这个 郑州的这个都督 知道他来了 给他个下满 给他 朝廷的青采来了 要欢迎 欢迎的时候 把所有的军队 派到那里 武器拿出来 全部都武器 毛绳都拿出来 给他下满 点到火 欢迎他 就是第一个你看 我这个军队有多强 第二个呢 他坐到里边 他不管是地下人 在地下人 在喊了叫 造成一种 一种威士 他去了 坐下 就变态了 马上有个军人就过来了 支持他 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朝廷的这个 动乱 我们表示 我们罗马医 我们为什么要罪 结果他就很直接 就跟他 宣布人家 他说你们要记住一点 反朝廷的人 有没有好结果 安努山造反 死士民造反 结果是什么 都被杀了 能够跟朝廷效忠的人呢 现在都有好处 他说你们 因为那个时候的 唐朝的军队 不是正兵 这是木兵 就说你穷了 没路走 我去当兵 当兵赚薪水 可以养家 他说你如果要养育的家 要作为那个 你要跟朝廷 作为同样一条路 就把他 派克末派 就在那边 演讲 把这些人给压下去 他不动 一兵一卒 把这么大一个判断 给镇养 他回去了 所以因为这样 回去了以后 把他身为 立部上述 身为官吏 所以说 他有勇气 有胆诗 是这么样一个人物 韩玉呢 只不过活了57岁而已 自退之 荷兰 和养人 祖籍昌礼 所以叫韩昌礼 你记住 你在读书上看到 韩退之 也是他 韩昌礼 也是他 韩文公 也是他 那么 他出生在 官吏之下 又上腹 凶 韩会 抚养之 这个他是很可怜的 父母都没有了 跟哥哥 嫂嫂 所以他对他哥嫂 简直尊重的父母一样 他嫂嫂死的时候 他写篇文章纪念他的嫂嫂 他后来哥哥也死了 就嫂嫂把他养大 所以他跟他的侄儿 十二郎 是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 所以是感激分深 他这篇文章 几十二郎里写的 是非常非常好的 古人写什么东西的 引进地 典故了什么 他没有 他就死了脚 我刚刚问我 他很多成语 什么东西 你都知道 在天之亚 在尽之脚 你知道吗 天涯海角 就是他写的 就是他这个 就是文章里 他写的都是很平常的话语 但是都是很打动理性的 所以他出生很苦 十九岁的时候找长安军考 四次都考不上 考不上的时候 他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考不上 你再考 他写 向考官 向宰相 陈勤 你想那时候 你写了一篇文章 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你跑到那去 建宰相 陈勤 然后你几下 门人说 我收了 根本没有结果 所以他不管 他就是不断地这样 去求 所以在很多人说 这个人呢 是好官 其实他不是 他觉得说 我有报复 我有这个才能 但是我要服务的话 我一定要得官 否则的话 我怎么办呢 因为那时候的制度是如此 你学而又则是 你考上了以后 你做官了 做官了 你才能返回这个 所以说他逼致 要做这个 五年以后 在中进士 然后呢 中进士以后 那个时候是考试 跟后来的不一样 后来考 有什么 你考秀才 举人 什么这样 那种事 那时候你一考 就是进士 进士考到以后 这有个资格 你不能做官的 只是具有做官的资格而已 要再经过这种东西呢 经过 他叫做 全序考试 就是立步出来 再给你考 考上 你再分 分 所以那个是唐朝的 考试制度 那么他又考了三次 才考上 考试制度 啊 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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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中华民国五月 有考试院 那美国的三权分立 哪有什么考试 对不对 立法 司法 行政 就是司法 公正 你司法 任一个政府 就是三个人 一个公正 为什么在中国里面 还有个考试员 还有个监察员 就是因为五宣仙 瓦拉斯 司法 就是根据中国的传统 中国一些考试是很重要的 这个考试 从你开始念书的目的 就是考试 对不对 我们讲范金中举的时候 不是讲的 考试制度 可以吃很多人 去考试 29岁 做了一个观察推官 观察推官 推官呢 在唐朝 对于说推死 你想想看那个法院里面 不是说 他做法院推是小数机官 好小好小 他给九品而十品的观 这种小官 那么 可是这个时候开始 因为他喜欢了很有名 他就开始 跟很多年轻人接触 像我特别给你讲到 他跟几个唐太大事人的 这种友谊 就是这样 他自己 他喜欢去叫人家 指导人家 我们在念这个书当中 念那个 师说老师的 师说 在唐朝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做老师 没有愿意做老师 为什么 平门地 我家 我父亲是宰相 我父亲做官 我向来说做官 这个时候 你又拜谁做老师 没有人 第一个我不愿意做老师 第二个 你也不愿意拜人家做老师 所以他觉得不对 他因为恐怖症 觉得老师 所以他写诗说 去说明 你不是生而知之的 你一定要去跟人家学 这个老师教导人家的时候 是要传道 寿业解活 这三点 第一个要传道 空子之道 寿业 告诉你 你记得 你这样做官 要做什么 然后解活 活是你的疑活 你不懂 那你要问人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生下来 我什么都懂 那你问谁 问你的老师 这个老师 他还特别说 他说 诗不必嫌于弟子 我做老师的 不必一定要 比你 要比强 你比我强可以 但是呢 我告诉你 这是这几点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 所以他在这个当中 他接触了很多 很多的当时的 这些 所谓的年轻的英俊 这些都有才能的人 诗人的人 那么 他 到这个监察御史的时候 观众大汗 监察御史已经进朝廷做官了 这个已经满意了 刚好 第四他第四道名 在观众 因为长安 一直到长安附近 就有观众 汗在 免不了身 那时候做官的宰 问问 大家混 就说这个问题 到地方让解决了 他就看不惯 他就写了这么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词作 《御史台上定天暗人际壮》 上一个壮 壮也就是表了 表啊 壮啊 纵则 都是以前 臣子和皇帝 写上去 他就把这个当时的信息描写 怎么明不良身 怎么人家 叫一子而始 我的儿子 没东西吃了 我要杀小孩吃了 我的儿子我不能杀 我不能杀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舍不过我的儿子给你杀 我还杀不认到 他就写出来了 写给皇帝 哦 得罪了 那上面的宰相 你看 你不是骂我吗 我主政 就底下的 你写给皇帝 不是 扁 又把他扁了 第一次扁的时候呢 把他扁到阳山县里 他到阳山以后 很好说 他没有 坐在那个地方小 他没有发展他的才能 但是他解释很多那些人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个说法叫做 寒门弟子 很多人有年纪比他大 你待会我给你讲 看得见 孟娇张吉都被他打 趁他为了老师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到他门下 做他韩人的弟子 他就说他接纳了很多人 人缘很高 五十岁的时候 到西部市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 县重圆河十四点 地名复顾如公凤阳 他上 建名复顾表 这篇文章你去找来看 很有意思 好激烈 骂皇帝一点不客气的 他就是骂皇帝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这个地名不聊生的 这个地就像这样 你还在为了这个浪腿国家的资源 引起这个民间的 民间疯狂的 因为皇帝 皇帝可以做我们老百姓当然可以 所以他就上这个表 这个要杀着头 所以这个是 这个勇气很大 这叫读书人的勇气 他知道这个 上去死路一条 要没有配度 没有这些 他当时的老长官救他 老长官被砍头了 所以这个是他的 因为这样 他被连到朝州去了 他在朝州八个月的时候 本来回不去 但是在这个朝州八个月的时候 这个县宗啊 是被宦官杀掉的 你看唐朝的历史 那时候唐朝这个中叶的时候 又有凡政之患 又有宦官之患 这个那时候唐朝已经快没落了 唐帝先打扬帝国 唐太宗主还得了啊 那时候唐朝 后来就 一个朝代我讲过了 就是到最后 就是木龙木龙木龙率队 到最后宦官也为乱 反正也为乱 皇帝给宰了 先收死掉了 就是离他的儿子 那么木中上来 结果木中一向 这个人不错啊 调回去了 所以先到了元州 然后再调回朝廷 他就让他做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 他又碰到麻烦 就刚刚讲了 有多三军呢 就这个时候 你是兵部啊 兵部是国防部啊 侍郎只是副的 国防部副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干什么呢 这个反正乱了 你要去啊 就把他派去 木中对他很好啊 他走这五度写 特别传个信给他 就说 你可以不去 这是底下他大臣推荐的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派你去 大臣为什么推荐呢 嫉妒他 你去送死啊 因为反正去的 以前老早 以后别人去了 都被宰掉了 你去好了 你是兵部是狼 你有责任 你应该去 但是皇帝舍不得 皇帝就说 你可以不去 假如说非不去的话 我不会责怪你 结果他写了 他说你叫我不去 是人 是你皇帝之人 他说我一定要去送死了 我是猪 所以跟他讲了 很开服务 我就去了 但是因为他口才很好 他是个很了不起的 一个文学家 所以他把那些判病 全部给他说服了 讲道理 讲完了 他不懂一笔一鼠 把这个案子拼掉 所以回来了 那么 拼乱了以后 回来以后啊 诶 照顾他比安静了 可是人有命了 回来 照顾说四年 长期四年 五十七岁 就死掉了 古人的命都很短 对不对 我们这个老龙中心 这么一扎就转了 七八十八九十 五十七岁就死掉了 这个八十七岁 这个我们现在了不起 这些古人都很可怜 他这一辈子 结识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所谓寒门弟子 都是 孟教就是一个 他在进十二浪文里面 讲到他的这个 就是叫东野来 东野 就是孟教的 好 就是说这个孟教 不但是他过人的故意 跟他家里的一生 跟他的这个侄儿 都有一生 所以他就说 上次我碰到孟教的时候 孟教还要说什么什么 就表示说 他们关系这么的亲密 孟教大家知道吗 对不对 他写的最有名的就是 刘子毅